好 这个福晴同意书 年轻人讨论得非常热烈 阿公 阿嬷 爸爸 妈妈也很关心 真的要让我们的下一代上战场吗 那教育部长一开始说 跟战争没有关系 但是当时的台北市教育局长 说老实讲 里面是包括战争的 然后昨天我们也特别讨论 徐晓星爆料 其实给家长的只有最后一页 完整的内容都没有给家长 为什么不敢给 到底在怕什么呢 所以整个事情有了大反转 你看到什么 现在已经取消了 教育部今天宣布 即日起停止使用书 使用这个同意书 之前还不断地辩解吗 说没有啊 这就是应对天灾 大家觉得台湾年年有天灾 以前不需要 为什么现在需要 年轻人地震的时候 可以做什么 我们的国金不够吗 真的没有跟战争有关吗 有没有讲话 有没有撒谎 大家都知道 教育部长撒谎 大家觉得无法忍受 主要还是房长顾立雄 房长顾立雄在立法院讲话了 高中生没有从事所谓的 这个从军军事 勤募 相关的同意书 教育训练是指 万一面临重大灾害 或是紧急状况时 学生能够自救互助 可以 重点在最后了 可以研议检讨取消同意书 这里面充满着逻辑矛盾嘛 教育部丢出来的时候 说是因为天灾 我们说台湾李登辉时代也有天灾 蒋经国也有 马英九也有 为什么当时都不需要签 现在需要签 跟战争没有关吗 台北市教育局长就承认 有啊 教育部长的里面是包括战争 所以教育部长撒谎 那顾立雄呢 当然是官官相护嘛 帮着部长 对啦 是跟天灾相关啦 跟天灾相关 你为什么又要取消呢 所以里面充满着辩证 还有逻辑上的矛盾 更好玩的是教育部就告诉大家 那就好吧 那就不要写了 那就停止使用了 所以你觉得呢 我觉得这里面真的是 所以大家也知道 你的意见很重要 千万不要做沉默的大多数 要勇敢地表达出来 像刚很多小朋友们说的好啊 为什么要我去 你赖先生的小孩 对不对 这个顾先生的小孩 高官的小孩先上啊 黑熊部队先上啊 另外一头 就是顾立雄讲的嘛 第一个 好像我们的赖总统 到年底前都出不去 然后呢 如果有利剑C的话 会怎样呢 顾立雄说 要避免过度应对 对啦 我们不要开第一枪嘛 那国军会在应变区内 维护我国的海疆跟领空 问题来了 什么是应变区 之前我们的来宾 不断在问这个问题嘛 国军所创造出来的 到底什么是应变区呢 今天官方的答案是这样 国防部发言人孙立芳说 不会具体说明 应变区 不会具体说明 你不用跟国人报告 所以将来不管是 解放军什么样的作为 我们的国军 都是在应变区内 维护我们的安全 但什么是应变区 不变说明 不会说明 但是自由时报好像有独家 因为他说国防部先前私下解释 你跟谁私下解释 你跟自由时报记者私下解释吗 私下解释 应变区是什么呢 指共军动态图资上海峡中线 及其延续 深时虚线到台湾东部ADIZ边界线区域 该区域与本岛24海里间的区域 这就是我国军的应变区 有看懂吗 好 我觉得这个里面的信息含量也很大 第一个自由时报终于 这个国防部私下解释的东西 自由时报把它抖出来了 因为自由时报也很想知道 对不对 绿营也很想知道啊 你在哪里保护我的安全 所以私下抖出来 就把它写出来 官方声明也在这里 我不会讲 那我不会讲的地方 就是我将来要保护你的地方 所以大家是不是觉得很乱 韩兵怎么看 首先这个扶行同意书这个问题 我觉得如果它是一个对的事情 为什么当大家一把它摊在阳光下 接受检验的时候 义友名义代表咨询的时候 你就撤销了 对啊 什么意思 撤销也是一件很好笑 莫名其妙的事 如果说你们真的觉得 高中生有必要去参加 我们先不要讲战争 我们先讲自然灾害救灾 要互助自救 你觉得这是有需要训练孩子们做这件事 那就做啊 你们应该是经过仔细评估考量 才做这个决定的吧 对吧 理论上来讲应该是要这样 当然是啊 那你现在临时把社会去告诉我一件事 你知道 就是几个人关在办公室吹冷气 随随便便想出来 然后大家一直执行 不就这个意思吗 然后突然发觉外界都反对 那我撤回 总共十大业 是啊 你觉得呢 是随随便便想出来的吗 这会牵涉到未来我们的 好几代的孩子 结果你们居然是这么样随随便便做决策 然后再来 我一直很纳闷 有什么自然灾害会需要高中生 16到18岁的高中生去帮忙救灾 什么自然灾害需要做这件事 我不知道 因为我今年已经55岁了 我从小的时候 从建言时期一路活到现在 我看过这么多大大小小的天灾人祸 我从来没有看到政府需要16到18岁的高中生 去帮忙做任何事情 有什么必要 921大地震的时候也没这个需要 不就是这样吗 那你们是期待行星撞地球还是怎么样 我不晓得 不然的话为什么会需要高中生来救灾 国军都不够用 台湾到底是出了什么样的灾难 不要骗人了啦 我老实讲 这个就是为了应付战争所做的嘛 不然呢 不然台湾干嘛需要动员这样的人力 完全没必要 而且我觉得更荒唐的就是 你问成年的 也就算 他连未成年的都问 因为18岁以下就未成年 他那个上面只有附注 你18岁以下 16岁以上未成年 要家长同意 好像了不起 所以家长才会炸锅嘛 是啊 所以这不是很好笑吗 表示第一个18岁以上的 因为不需要家长同意 是不是很多人就被你骗去签了 因为老师一说你签一下 他就签了 以前我们知道部队签流营啊 干嘛很多都被部队长骗啊 是不是就是这样 那第二个就是 你们叫这些未成年的人 去到底想要干什么 未成年能够帮你做什么事情 台湾现在已经是少子化了 每个小孩都是家中保 因为我们大部分都独子 然后你叫他签这个东西 你是家长 你不毛起来才怪 所以这 我很好奇 当初是谁叫教育部 去发这个东西 还是说教育部你知道吗 就是天才 教育部想出来的方法 然后现在 顾力熊出来喊停 教育部马上喊停 所以教育部听国防部的 是不是 其实我跟大家讲 这个是从蔡英文的时候 就弄出来的 就是这样 美国人那时候交办给蔡英文 你们要展现 你们保卫自己的决心 你们是不是要全民动力 所以要把所有高中生 培养成小黑熊吗 是 其实他们的目的就是 你要造册 把所有人列管 然后全部编列 目的就是这样 目的就是要展现出 我们台湾其实是有 强大的后备能力 必要的时候 我们16到18岁 一样可以上 那现在为什么要取消 现在因为 选票啊 因为你这个东西 如果一炸锅 接下来选举要怎么选 因为他如果承认了这件事情 就等于承认 我们现在确实是全面备战 我跟你讲 有个后遗症 就是大家都在问 比方说你绿营 对 顾立雄你几个小孩 造册没有 对不对 今天大家都已经在问 这个赖金泽小孩 有没有当兵 我看到网上好多人 都在问这个问题 大家真的不用去担心这一点 因为他们小孩都在国外 所以没有这个问题 对啊 可是大家都会爬书出来 是啊 就很难看 因为上次就有人问顾立雄 说你的小孩要不要回来 是啊 所以顾立雄说 只要他们自己决定 不许所有绿营都会被问一圈 是 但是我跟你讲 明测也会出来 这个就是民进党能 我们不能的地方 也就是这家伙脸皮够厚 他就是脸皮可以厚到 就是叫你家的孩子居死 我家孩子没事 他做得出来 他就这样干了 你要怎么样 然后应变区也不讲 我跟你讲 应变区 这个你看自由时报 那个解释 看起来什么ADIZ ADIZ就是防空识别区 防空识别区 边界线 然后到本岛二四海里线 其实根本不用讲 那么复杂 我跟大家简单的解释 就是国军现在 退守到二四海里之内 就这个意思 以外就叫应变区 以外 因为很难看 是啊 所以你不能死讲 你不能讲只有二四海里 就退到这样子 那还得了 那空军的话就看起来 就已经本岛上空了 就二四海里 对 那讲应变区的话 他这个感觉到有弹性空间 其实他不能讲二四海里 他就拿应变区来模糊化 我讲比较那个 要不然你只讲二四 那怎么 我不敢讲二四海里内 我就讲应变区 是 我跟你讲 他们一直在指责老共灰色作战 认知作战 我告诉你 现在我们就是在灰色作战 我们以前是在海峡中线这边 就要开始反应 他现在把海峡中线到二四海里 叫灰色地带 就当作没发生过 你来我也当作没看到 就变成这样 实际上你看现在就是 只有到二四海里 我们才一定会派船舰去看 如果没有到二四海里 我们就算 雷达监控就算 所以这就是应变区 这个应变区 说实话 因为是我们发明出来的 所以定义就随便你讲 那现在看起来私下解释 私下解释 国防部是可以不认的 当然 那看起来好像是二四海里 那将来说不定 有一天他就退到二十海里 十二海里 对吧 因为是我发明的 我爱怎么定义 我怎么定义 其实上次就有人说 解放军最近已经到十二海里 那问题是 国防部一定告诉你 这是假消息 那是另外一个私下解释 是啊 但是问题是就有人跟我讲 他在花莲沿岸 远远看到解放军的船舰 那请问下是到底怎么回事 二十四海里理论上来讲 你根据地球驱力 你应该是看不见 就是光用肉眼 你应该是看不见 除非你站得很高 我让张英补一下 二十四海里应变 来得及应变吗 那空军的话 我们最重要的是要预警时间 二十四海里怎么有预警时间 是啊 根本来不及 那飞弹二十四海里 你飞弹直接射到打到了 那个空对空飞弹 空对地的飞弹 那对港口的轰炸 那直接就打到了 根本没有办法 有个战略缓冲 或者人都绷紧的 你如果要真的应变的话 所有的这些飞弹的火线 要先接上去 你如果没有接上去 根本来不及 所以应变区来看 我们已经退掉 这个蟒蛇战略 已经把自己说到 一点缓冲的空间都没有 没有战略缓冲 没有预警 听张军讲 听寒冰讲 大家就知道 难怪死也不讲 什么是应变区 那过去我们从来没有听过 应变区这两年突然冒出来 所以我们的来宾都一直在问 到底应变区是指什么 今天终于自由时报 谢谢自由时报 把这个讯息告诉大家 好不好 私下解释 下次麻烦也跟中间新闻 私下解释一下 朋友都知道 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 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里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嗯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